2022年10月31日, 星期一, 晚上9點45分 今晚想拍一集的開箱 不過開箱的主角並不屬於我的 這支手錶其實是我幫我弟弟在Corno24 上面是同一個德國的買家賣的手錶 我們介紹手錶前來一個開箱 這支手錶已經出了很多年了 可以這樣說也算是一隻古董 是一個很漂亮的墨綠色的紙盒 摸上去就非常滑 打開後用了兩塊布 把圖目的盒子包住 大家可以看到圖目的盒子 我們先把圖目盒拿出來 然後把綠色的外包裝放開 這些包裝很傳統 很優雅 充滿了儀式感 我想現代的品牌 都因為環保 成本各方面 這些高級的包裝 和認真的包裝 其實就買少見少 除非你買了很高級的品牌 OK 按這個按鈕就把錶盒打開 首先有一塊 Corno Suisse 送的抹錶布 很大塊的 一般現在所送的抹錶 麥克風的布 其實都沒有那麼大塊 另外裏面有一個皮套 裏面有四張證書 看看吧 這個就是關於QC Pass的一張證書 很漂亮的 另外這一張 是威爾華國際的保養證 另外這張是說明書 最後這張是關於 Corno Suisse 這隻牌子 世界上有的 Orderized Dealer 和服務中心的資料 這些紙真的好漂亮的 我不知道它叫什麼質地 或者可以近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這些叫什麼紙呢 我都不懂 不過很厚身 很硬 上面有質感 四張證書都印得很美 很精美 很古典 很認真 很有收藏價值 我覺得 比現代的保養卡 來得更加好的 這是全真皮的文件套 拿著錶出來之前 大家可以看看 整個包裝盒 這個包裝盒 圖木的外面 外面 裏面 全部是深默綠色的錶盒 來的 OK 好 我們拿著錶出來 這隻就是我們今次的主角 瑞寶 Corno-Swiss Corno-Swiss 型號 就黑了這裡 型號 就叫做 CH1641R 是一隻黃金 18K的高 而且是一隻 複製的手錶 來的 OK 我們把枕圖 放在一個包裝盒 我們把它放開 我們慢慢去介紹一下 這隻手錶 和說一下 Corno-Swiss 的一些歷史 我想 Corno-Swiss 比較年輕一點的 一些朋友 又或者 不是很熟悉手錶 即是很喜歡中錶的話 我相信大部份人 就未聽過 Corno-Swiss 這個牌子 應該沒有人認識 為什麼呢 Corno-Swiss 現在香港 就已經 沒有了 offerized dealer 也不會再有代理 所以 要買到一個手錶 要是你上網 或者通過一些 二手平台 都是要在國外 才能買得到 Corno-Swiss 這個牌子 應該 不算十分 很年輕 應該是一九八幾年的時候 好像是一九八三年的時候成立 是一個 標像 成立 它的特點 就是 這個標像 會去買很多 一些古董的機芯 接著它會回去打磨 做一些 改變 就可以提供到 很多蠻複雜的功能 之前我也有說過 在我講 Barence Original 其中一集我講 Moonlight 介紹過一隻 三針一線 Regulator 的功能手錶 Corno-Swiss 曾經都做過 很多不同系列 是Regulator 手錶 很出名 這個牌子 現在沒有人認識 但是 如果我告訴大家 無間道 大家一定認識 第一集無間道 在天堂有一幕 黃秋生送了一隻手錶 給梁朝偉做生日禮物 其實那隻手錶 正正就是Corno-Swiss 然後劉德華 在之後的兩集無間道 所帶的手錶 其實都是來自於 Corno-Swiss Corno-Swiss 的手錶 其實在大概 2000年代 其實是風魔一時的 當然是因為 電影 它的市場 做了很多的公開 所以令到當時 Corno-Swiss 在香港 非常出名 以及當時 亦是一錶難球 Corno-Swiss 做的手錶 是很古典的 亦有一個別名 它叫做平民的寶機 平民化的Brigade 因為它的外殼設計 是很像寶機 那類型的手錶 當然寶機的手錶 功能很強勁 因為有很多中錶的技術 其實都是寶機 他們發明的 例如 芝麻鏈 一些很出名的 中錶的技術 或者一些功能 都是寶機發明的 寶機的手錶 就很經典 很古典 它就不太喜歡出一些 很現代的款式 寶機的手錶 它是洋蔥的clown 洋蔥的 另外 錶殼 這一隻就已經沒有了 其他有一些 在這裏扭紋的 看上去就好像 以前的錢幣 我們叫做 Coin Case 還有 寶機 它們的錶耳 很長的 就是用這種形式 很長的 形狀 還有兩個螺絲 固定了生意 所以 Conto Swiss 之前也有一個 別名 它叫做平民寶機 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說回這個手錶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手錶 看上去都很簡單 三針 沒有日曆 什麼都沒有 究竟有什麼特別 這隻手錶 最特別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在10點鐘的方向 它就有一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 我來做什麼呢 我可以示範給大家 看看 應該是示範給大家聽 聽一下 我想大家可以聽到 叮叮噹的聲音 或者我把時間 教一教 讓它的聲音 可以走得長一點 OK 大家已經聽到了 在之前不同的集數 我都說過很多次 在瑞士的鐘標世界 有四種超複雜的功能 分別是追診 萬連力 陶飛輪 以及最複雜 最厲害的 就是三文的手錶 這隻 我們叫做 Quarter Repeater 它是叫異文的 剛才大家聽到的聲響 就是一些叫問標 的報時功能 說起問標 其實就是 在以前的年代 就是因為 照明系統 不先進 當時都說 可能用著 油燈 蠟燭 所以 晚上的時候 如果要去知道 當時是幾點 又要點個蠟燭 點個油燈 其實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當時 就發明了 有些叫問標 問標有很多種 有三文 二文 一文 字名 有很多種 我們簡單一點 由三文 開始說起 三文 通常這些三文的標 它會有兩個 叫音徐 一個高音 一個低音 它就會 首先 報 報個小時 所以剛才大家聽到 它先以一個單擊的烤 報了十二下 就是十二點 另外 第二文 它是報個黑數 每十五分鐘 一個quarter 它就會分別用這個高低錘 去打一下 就代表一個黑 叮噹一個黑 所以剛才大家聽到 我為什麼要特地搞這個時間呢 在這個疑問的手錶上面 這個時間 它是 那個疑問的響聲 是最長 最長 總共就是單擊十二下 接著就雙擊 高低錘 就敲擊三次 另外還有一文 就叫報分鐘 其實呢 當你報完時 黑之後呢 如果在這個時間 其實就是四十五分鐘之後 另外額外 就應該多加七 或者八分鐘 所以就會有一個低音錘 就會去敲八下 那些就叫三文 這隻手錶是二文 就會報小時 還有報黑度 大家要知道 三文的手錶 其實是很難做的 還有呢 產量是很低的 現在要做三文的手錶 全部都是一些非常高端的牌子 才會做的 而且價錢呢 是動不動說幾十萬的 所以就像這些 CornoSuite的手錶 當年它其實出售 其實價錢一點都不便宜 都是說 當年的List Price 都要去到二十幾三十萬 那當然 來到今時今日 這些款式 或者現在品牌 牌子的知名度 當然就有一個很高的折舊 那價錢在這裏呢 我們就不說了 我只是說 是一個很物超所值的價錢 因為其實呢 在複雜功能的世界 其實有時都很矛盾的 譬如說 我自己這樣 我也是一個普通的打工仔 但是我很喜歡手錶 我也知道 什麼叫四大複雜功能 但是當我想去追求 或者想去找到 一些超複雜的功能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遇到一個困難 就是 只可以在一些很高端 價錢非常高的品牌上 才能買到 那在一些 譬如 沒那麼知名 二線的牌子 其實可能他們都有做的 但往往因為他們 二線的牌子 以前有做到之後 買開或者看開 二線牌子的客群 其實就未必有 那種知識 或者未必有熱衷的程度 就會懂得欣賞這些 超複雜的功能 所以最終呢 他的確是用了一個 比較便宜的價錢 以前提供了這些效果 或者這些功能出來 那很可惜 可能是買不起 又或者可能是 未適合欣賞 或者留意不到 或者當適合欣賞這些 超複雜功能的買家 他們可能已經有一定的財力 又不會看得起這些二線牌子 那所以呢 時至今天呢 現代的瑞士手錶 或者德國手錶 其實就很少這些 我們叫入門級的 一些超複雜的功能手錶 特別是 紋錶 其實就是很難很難買得到 那其實這隻手錶 可以這樣說 是我和我弟弟的一對對錶 那在右邊的這一隻 是我大概早兩年幾三年前買的 那這個款式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那但是我這隻呢 就全鋼 那我經常都說 我弟弟呢 就比哥哥哥 那哥哥都是帶鋼 那我弟弟呢 那我弟弟呢 就帶黃金的 那兩個手錶呢 其實這個功能 就完全一模一樣 只不過最大的分別呢 就是錶殼 錶扣 錶扣 和錶的 是用的材質就不同的 OK 那Cornosbiz的手錶 它其實就很有趣的 剛才都說 他專門買一些 叫古董的機心 那呢 就回來去改造啊 打磨啊 去做一些 不同類型的手錶 那好像我和我弟弟 這一對的 叫Quarter Repeater 的手錶 那其實他用的機心呢 就是英立格 英立格的手錶 英立格的手錶 那手錶 其實已經停產了 就不出了 那說真的 你說他是不是很漂亮 也很緊要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一般啦 那其實他功能啊 打磨各方面呢 我想和一些很高級的 ETA 的動作其實就差不多 那不過呢 都會有淡淡的歷史味道啦 那也都說真的一句 如果你說Cornosbiz 不用譬如現在的 ETA 也都不用當年的英立格的話呢 那我相信 根本就沒有可能做到一個 我的水平啊 是有能力提供到的 一些疑問的手錶啦 那所以這個是我明白的 那我也都沒有任何的 嫌棄啊 或者一些介懷的 那因為我弟弟的手錶呢 是全新的 那是一隻New World Stock 那我也都不想把他的錶帶拆掉 那那 那個錶肉啊 機身呢 其實我和我弟弟的一模一樣 那看我這一隻呢 其實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首先這裏有一個 18K的金鎖啦 那上面有一些 直的叫 Glashutti的柱狀的紋的打磨啦 那這個甲板上面呢 就是用一些叫 珍珠的紋啊 那其實全部呢 就佈滿了 印滿了 那其實那個 做工都相當好 那當然就 沒有辦法和一些高的品牌 比如德國那些 什麼 那些 打磨啊 他說真的真的沒有 因為這個價錢 你還要求那麼多呢 其實都幾幾困難的 那我們看看我弟弟的手錶 那除了他很獨特的移民功能以外呢 那其實他整天的錶面呢 是用這個法郎 我們叫做Elamo 那大明火法郎的 烤製的一個錶面 那Elamo呢 要做這些錶面呢 是工藝要求相當高的 那在這一集我們不詳細講得太多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網看看 究竟Elamo的雞是什麼 簡單來說 他就是一些 要糖池 或者一些法郎的粉 那之後就拿去一個 很高溫的焗爐裡面烤 用一個特定的時間 那他呈現出來的效果呢 烤完出來 如果是成功 他就會有一種 結白無涵 毫無雜質的效果 那現在他的光澤呢 是可以長年保持著 無論你的錶 就是那個歷史有多久 他不會氧化 不會生瘦 那所以呢 他會可以保持到一個 永續和永遠的一種結白的色 立立令很乾淨的 那但是他做的工藝要很複雜 那因為呢 是燒出來的 拿一個盤 放進烤爐裡面烤 那麽烤完之後 燒完呢 那塊Elamo是佈起了的 那麽所以燒完第一次 拿出來呢 那麽那些工匠呢 就要拿一些工具 木的工具呢 就把它壓平 壓平它 那麽壓完之後 如果不裂啊 不碎啊 沒有任何的DF 的話呢 又要放進烤爐裡 不停去烤 那麽要烤很多次的 那麽才成形 那麽所以呢 做法郎呢 其實在瑞士啊 是有一些的工廠 那麽錶面的工廠呢 是正是做這件事 那麽好想不知呢 那麽工藝要求呢 其實是相當相當高的 絕對不易做的 那麽所以它是Elamo的錶面 那麽很classic 很古典 那麽有一個叫 那麽這個小廟盆呢 就不是平面的 那麽我特意側上一邊給大家看 那麽大家看到 那麽這個小廟盆呢 其實是凹了下去的 那麽所以我剛才也有說 那麽就是Elamo這個 這個法郎面 其實已經很難做了 那麽你還在一個特定的地方呢 那麽特意整粒了去 裝一個這樣的小廟盆呢 那麽所以可想而知 那麽成功率 或者工藝要求是相當之高的 那麽另外就 那麽就是 那麽兩支的指針 它是用了這個 高溫烤焗的藍鋼指針 那麽在我介紹德國手錶 Glasutti Original 那一集我都有介紹過 那麽這些鋼的指針呢 就會用一個陶瓷的盆 那麽放在高達290度的 高溫烤爐上面的烤 那麽時間不可以太長 也不可以太短 大概應該二十多分鐘左右 那麽拿出來 那麽當這些針 製造了 或者氧化完之後呢 它就會呈現了這種 那麽深藍色 很靚靚靚靚靚的 那麽經過這種 酵藍的處理的指針 或者螺絲 就是不會再氧化 不會再進一步氧化 亦都不會生鏽 亦都特別堅硬 那麽這一個呢 就叫做藍鋼的指針 那麽千萬不要 看它的錶面 非常之簡約 那麽簡單 那麽是一隻 工藝很出色 很高超的手錶 那麽而且它的內涵呢 相當之之好 就是一隻移民的手錶 那麽 那麽很開心 就是幫我弟弟去買這個錶 那麽我想 那麽我期待要拿聲收到這個錶 那麽心急的程度 我想遠比我弟弟來得更加緊張 那麽因為我是一個經理人 那麽就是 這隻手錶由他看到 我都幾乎到 接著我和你搭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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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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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又要過海關 今晚黃昏 我還等到7點鐘 在辦公室 才能收到 那麽很緊張 那麽收到之後 看到我的品質真的相當好 那麽其實有一點點 替我弟弟開心 因為他買這東西的價錢 其實呢 比我剛才的全鋼 貴了一點 那麽堆堆 那麽這隻呢 可以這樣說 經我看完之後 應該呢 我都幾乎說 那麽那麽 他用全黑的鱷魚皮 質地相當軟熟 質地相當好 質地相當好 我弟弟這條是用啡色的竹字紋的鱷魚皮 看照片都不覺得它那麼好 反而很涼 但原來收到實物 原來的顏色和金殼很相配 摸下去的質地很軟熟很滑 縱使都未戴過 很漂亮的手錶 很漂亮的一條錶帶 TAC的牌子都更乖 都未完美用過 18K高的一個針扣 今集很快就來了一個開箱 是我弟弟的一隻黃金 的一隻Quarter Repeater 二文的手錶 介紹了Connell Suisse 的這牌子 少少背景 亦都說了 什麼叫二文 或者什麼叫三文的手錶 下次我再拍其他片 謝謝 拜拜